你每天早上起来我的床 会像那个命案县城 因为会裂开嘛就会流血 床单上一堆血 然后我所有的衣服上面全部都是血迹 像蔡先生这样罹患肝险症十多年的情况 在台湾并非少数 目前国内约有十多万名患者身受其扰 而中重度病患约占两成 且年龄大多集中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间 所谓的肝险的病灶它有它的特质 它会很红 而且会一块一块的境界鲜明的板块 那有时候还会出现龙泡 那肝险是目前不会根治的一个慢性皮肤病 那必须要有耐心的积极的治疗 肝险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衡疾病 会导致表皮加速生长以及分化不良 进而产生红斑和脱卸等情形 而多数中重度肝险患者 症状超过十年都难以根治 为了促进医病间的有效沟通 台湾肝险协会和皮肤科医师合作 推出了四种医病共享决策工具 包括微教单章 微教手册 还有两支个影片 大家在治疗上面有很多的困惑或盲点 然后正好跟医师讨论寻求最佳的决策 冬季本身是肝险浩发季节 医生也建议 患者在就医前可以先运用四大工具 并掌握看完诊 问明白听建议三大看诊步骤 在就医前了解治疗技术 写下相关问题 并与医师充分讨论治疗方式 才能帮助病情获得最佳控制 让肝险不成为你的人身阻碍 人间卫视陈明廷 陈一轩台北采访报道